曾智智商 上當年我第一位擁有的化妝品 就是在我17歲的時候 我媽媽送給我的Shishé的唇膏 其實回想起前小時候,剛剛學人化妝的時候 你知道啦,又沒什麼錢用啦 都是辛苦的零用錢,或者幫人補習的外快 你當然是不捨得買一些大牌子的 我通常就會在一些屈臣市啊,萬寧啊 試一下這一枝唇膏,試一下那隻眼影 買回家之後又不是很適用啊 如果我暖七八妝搭上臉,結果就鬼五十六那樣 現在回想起都覺得其實挺好笑的 如果你都好像我當年那樣 年輕女,十六七歲,想學一下人扮 絕對沒問題的,因為貪女是人的本性 但又不知道為什麼入手的話 我希望這條短片可以幫到你 因為我今天會和大家介紹一些開格品牌當中 好用而容易用又抵用的產品 那另外,如果你喜歡我這一類型的妝容的話 即是這一種Style的話 那也都希望可以幫到你去嘗試用一些很簡單的化妝技巧 來做到這個妝容的 通常年輕女最煩惱的都是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粗大的毛孔 第二個問題就是暗瘡癮 那我自己覺得粗大的毛孔 那你就可以用這隻Maybelline的 Baby Skin Poi With Eraser 那它其實很像Benefit的那一隻Porefessional 那但是說到Benefit的那一支都要三百元 那對於沒什麼經濟能力的學生來講 那都算是貴的 那但這隻Maybelline相對便便宜很多了 那它原價都好像是九十九元 那有時你可能會撞到的Discount 或者是出Sat妝 那我就覺得它超級抵用 效果其實真的跟Benefit是可以比美的 它的功效也是可以塗在你的T中位置 或者你有暗瘡疤痕的位置 是幫你可以收細一點毛孔 感覺上也都可以令你的皮膚表面是滑漏很多 那對於你之後無論是塗防曬 塗粉底或者BB Cream 都是可以令到整個妝看下去是自然和緊緻很多的 暗瘡疤又怎麼辦呢 那我們當然要找一些預防的方法 就是吃一點薯片 做結婚 喝多點水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說我有很多暗瘡疤 那怎麼辦呢 那我自己就覺得呢 不要更快就想去塗粉底 因為其實粉底 本身我們其實年輕人的皮膚狀態 應該是很好的 因為你們的Collagen 是supposed 最豐滿最健康的骨膠原 就是最靈的狀態 也是看上去很有肌膚的彈性 那如果你塗得太多粉底呢 反而是令到你本身的肌膚的光澤 你肌膚健康的感覺是完全被遮蓋的 所以我寧願你們去選擇一些比較透薄很薄的BB Cream 那我曾經有提過的 譬如說是Maybelline的BB Gel 又或者是Doctor Wu的BB Cream 那我覺得都是很好用的 而且呢 我覺得 為什麼會建議大家 使用BB Cream 就是因為可以防曬 大家都知道了 其實紫外線是很 有散傷力的 現在這一剎蠟 可能你說 我不怕黑的 黑的更型 其實黑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最怕就是你的黑色素 堆積了之後 你現在十六七歲 沒問題 去到二十六七歲就糟糕了 浮出來變成斑 那就不是黑那麼簡單 到時你就可能要投放大量的金錢 來做Laser 或者是用那些退白 去印的Product 到時你就是 因為當好後悔 當初年輕的時候 做什麼不好 做防曬 但是我今天用的呢 就是這個Galier的BB Cream 為什麼我會用它呢 因為它真的很划算 我上次在Watson市買東西之後 它好像另外加多三十九元就可以換了 那我 姑且拿來試一下 那試一下 我覺得其實也挺好用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很多開價品牌 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最重要是你選擇一個 你自己覺得最舒服的 那我今天就用這個來示範 來示範 很簡單這樣 就像平時擦霜 那我喜歡用BB Cream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尤其是 我會推薦給年輕人 就是你相對地 其實BB Cream 是可以用手慢慢推 還有慢慢去拍 拍開它 那你就不用特意要買多個掃 又要做多個買個Beauty Brander 那其實相對地就 省了少少錢 那其實你看到我呢 都是用了少少的部分 我就推開了整塊臉 那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都挺自然的 但是看下去呢 它的膚色確實都均勻了 那我覺得它都不錯啦 用這個價錢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試一下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經常都熬夜 掛著打機 又或者很乖 這樣開夜車溫習呢 你都可能會有我的煩惱 就是艾圈 又或者有暗瘡印 那我今天會推薦的呢 就是這個Wavalon的Color Stay Concealer 那認真說一句呢 我覺得它用來遮瑕眼圈 確實是不錯的 那至於遮暗瘡呢 少少放在你應該要放的暗瘡位 要遮的位置 加一點下去 然後立刻用粉餅 碎粉來定妝 其實都做得不錯的效果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試一下這一隻的 其實我覺得遇到一個好的粉餅呢 是比遇到一個好的粉餅 是比遇到一個好的粉餅 是難的 那我今天推薦的就是 Benchois的這一款 Healthy Banner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嗎 其實Benchois呢 和Chanel是同一間 同一個老闆的 OK 那所以呢 當我一開它的時候 我發現它的粉質是非常之厲害 而且它連香味都跟Chanel的粉底是日模一樣的 但是Chanel的粉底可能超過四百元 而這個只是百多元 那我覺得超級抵用 而且它有十個小時的stain power 而它的妝容的效果呢 就是一個mat finish 一個雅光的狀態 那對於年輕女 經常都會面飯油光 T森位會出油的呢 其實很有幫助 那另外就是它的成份 好天移都很健康 那我覺得就不會令到你的皮膚加重負擔 因為你負擔一重了呢 其實都會相對地 又會是出油出多些 又或者是會爆暗瘡 那我相對覺得這個是挺好用的 雖然價錢是比一般的開價品牌貴了少少 那但是一樣 大家可以密切地留意 屈臣時有的買位 那留意一下屈臣時 它們不久其實都會做discount的 那當見到它突然說 七折八折的時候 可以就多少入手 這次我真的建議 我覺得什麼掃你都可以不買 但一定要買一個 可以上胭脂的扁頭掃 那因為它是扁的 類似這一隻 其實坊間一定有得買的 大家不用擔心 你可以在沙沙找 桌月找 那這樣掃 那你就已經可以 dap少少 因為我自己就很不喜歡 用粉撲來上粉 因為這樣一定看上去很厚粉 很肉酸的 那你就可以在你的T中位置 輕輕地撲少少下去 看不看得到 那尤其是你剛才塗過 concealer的地方 可以再加多一點點來定妝 然後就是T中位 那你就可以令到 看上去皮膚看上去 其實你只是加了BB cream 很輕量的BB cream 再塑上一個雅光的粉餅 就可以剃造到 你看上去整個臉 是很乾淨的感覺 掌握今天 讓這天作奉獻 為那永活國度快將再臨這地面 要珍貴這一天 盡心思意志 努力誠誠 主所告知